今天是个风和日益的日子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冰江森林公园 在我这边的是森林公园的周老师 周老师你好 周老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杜鹃园你们最美的 是的 现在是我们上海冰江森林公园 杜鹃园最美丽的生花期 然后每年四月底五月初 然后我们这边的杜鹃镜像绽放 然后营造出了最美的 最美的春天 我觉得你们这个杜鹃园 好像感觉特别大 对的 我们这边杜鹃园 占地面积有六万七千个平方米 然后是国内城市公园里面 最大的杜鹃园 然后将近有四百多个品种的杜鹃 太棒了 那待会带给我们去看一下 你们这边现在开的 最好的一些杜鹃品种吧 好的 周老师 这个开的最深的杜鹃是什么品种 这个就是紫鹤 就是毛菌的一种 然后这个品种在我们杜鹃园内是数量最多的 同时也是开的最为鲜艳的一个品种 它是不是适应性特别好 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 对的 它对土壤相比其他品种杜鹃来说 它是在这个对土壤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真不错 周老师我发现这边有一颗非常漂亮的高山杜鹃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原类的马鹰杜鹃 然后它属于高山杜鹃的一种 然后它是顶身散防花絮 基本上一朵花有十到二十朵小花 枝极在上面 然后它花开的时候就是这种大红色 然后特别喜庆 然后威斯中国红这种 对的 而且开成了一个球形非常饱满 我们知道高山杜鹃对气候跟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它这边可以适应你们这边的环境呢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土壤 然后小环境什么的 做了一个处理 做一个改良 我看到上面还种了那个落叶的桥木 给它有一些遮挡 或者营造它一个凉爽的环境 也有帮助对吧 那我们广大花有呢 在种这个高山杜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营造这样的好的环境 才能够让它顺利的生长开花 那老师这个黄色的杜鹃是什么品种 这个就是羊直竹 它是黄色的 可是杜鹃当中颜色比较少见的 杜鹃基本上都是红色粉红 还有白色为主 但是这个黄色的就特别跳 对的 而且这个颜色纯度我觉得特别亮 整个感觉远远的就被吸引过来了 那它的养护要求呢 是什么样的 它的养护要求还是要土壤 杜鹃类的基本上都要那个 在土壤上面花一点功夫 还需要偏酸性为主 多点复制制 这个漂亮的高山杜鹃是什么品种 这个就是云井杜鹃 然后它的花色比较粉嫩 然后当中又是绿色的 然后就是在杜鹃丛中也是比较好看 因为它主要是类似小桥木 体型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对它进行了一个抬高的处理 就是杜鹃怕湿怕干 所以我们让它这样的话 根部也可以稍微保持一些干燥 但是又平时通过浇水让它保持湿润 它的要求是确实挺高的 我让我闻一下它的香味 是一种浓郁的木本的植物的香味 有点像木希科的植物 像那个丁香的香味很浓郁 颜值又高又有香味 真是太棒了 就是我们普通花 有可能养前难度比较高一点 对吧 这颗粉紫色的杜鹃花量特别大 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颗就是硬杉红 我们平时朝鲜的硬杉红 是那种鲜艳的大红色不同 这颗的颜色特别有点小清晰 就是粉紫粉紫的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是鲜花后叶的 对吧 对的 而且硬杉红的花期也特别长 基本上三月的时候就会开花 然后一直花期持续到五月份 所以因为硬杉红的加入 我们杜鹃园的整体花期 也可以从三月份一直开始到五月份 哦 太棒了 周老师 这颗粉色的杜鹃 好像特别壮观 是不是也是那个硬杉红呢 对的 这个就是硬杉红 然后它的花色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大红色 这个好像比刚才那个花量更要大 对 因为它这个植株生长比较旺盛 我觉得它也适合做一个像这样的竹井树 在这个入口的地方 对吧 对的 在入口拐弯的地方特别适合 我觉得它如果小巧一点的话 做盆景也很不错的 周老师 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了杜鹃园的制高点 对的 我们来到杜鹃园制高点天池 嗯 这个天池也是一个为了杜鹃而营造的吗 对的 然后因为我们杜鹃园是建在杜鹃山上面 所以我们模拟一个自然环境 所以上面有一个水池的形式 水池 我觉得它这样也可以增加一些空气湿度 对 有利于这个杜鹃的生长 对吧 对的 而且我发现这边有一颗漂亮的 比较低矮的一个杜鹃 这个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这个是小巧桶 这个我觉得花量也是挺大的 而且它是一个叶片比较小巧 很精致的样子 所以杜鹃在山顶的环境特别适合 周老师 我发现这一块的话 地形特别丰富营造的 是不是为了当初方便大家对杜鹃的观赏角度 而做一个这样的设计呢 对的 我们杜鹃园整体是 为了模拟杜鹃在自然生境里面的一个衍生状态 所以在地形的处顶上面做了一些起伏的变化 然后各级原路都是有一定的高差 形成了一个类似像杜鹃 在自然环境中的这个有高有低高低错落的一个环境 形成一种漫山遍野的一种自然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色块又非常的丰富 每一个块面的都是不同的品种 然后在视觉上感觉层次特别的丰富 对吧 然后我还发现就是你们为了营造这样杜鹃 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环境气候 上面种了很多的高大的桥木 而且有一些是大部分都是落叶树 少量的是一些香蕉这种长绿的树 这个对这个杜鹃的生长开花 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是的因为杜鹃还是比较喜欢半阴的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又种植的这些落叶树是考虑到秋色的原因 因为杜鹃大部分是春季开 然后秋天的话我们为了使整个杜鹃园还是有景可赏 所以我们布置了无患子 还有风树各类的风树 然后各种色叶树木 所以在秋季的话到杜鹃园还能欣赏到各种的色叶 那考虑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这一片杜鹃真是太美了 就是给人一种层林静然的感觉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从周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的杜鹃的品种的知识 还有养护方面的一些知识 真是太感谢了 不客气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游玩 好